第六集 哇 好浪 唉呦 不錯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以為他穿的 也應該會有一點中性 沒想到 第31屆金曲獎星光大刀 於三日晚間熱鬧登場 蘋果本回邀請到 斜槓名謀王新田 與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副教授盧淑芬 為讀者們挑選出三美二帥 兩位評審一致認為 髮色與服裝搭配完美的 9M88 絕對是本屆金曲 紅盤之最 其實我覺得他選擇 服裝的品位非常好 不知道跟他自己原來是學服裝設計 而且得到畢業獎第一名的這個 經驗有沒有是不是完全連結 他連那個光澤感 有做到耶 好厲害喔 他連那個 他那個亮片有沒有 他有一點光有點矩 他頭髮上有一點光有點矩 那光澤感會做出來 我覺得他用很中性的 同一個色調的就是說 完整的西裝 但是就是裡面用亮色的 就是用白鑽的珠寶來 搭配就是有一個隆重感 對 Ella 所以Ella 珠寶今天配這樣 真的還是蠻有創意的 他配得很剛好 上衣很空 但是他不會覺得就是很合理 好像一定要帶一個項鍊或是 那如果加一個項鍊的話 就會又有穿著 太多了 而且他加一個項鍊等於說 把他身上切得好多段 對啊 他現在這樣看起來身材很高 啊這項鍊掉下來 不是掉下來啊 我以為是故意 今年入圍最多獎項的阿豹 整體造型獲得一致好評 可惜走上紅毯時項鍊鬆脫 美中不足成為三美一珠 我覺得這些團都還蠻有型的耶 對啊 為什麼啊 今年的團不錯耶 目前覺得男生都穿得美女生好看 對啊 我也覺得男生好會穿好看 普遍喔 對啊 而且每一個項鍊都很好看 這團也很好看 而男生組競爭相對激烈 最後由J尚出現 拿下本屆紅毯第一帥 他跟Joan爸爸一樣 髮色也是有想好 對 跟衣服也有搭配 也是有想好的 好啦 帥 對啊 有帥有帥 而且就是成套 但是加那個背心上去就是 對 有點野戰的FU 他的那個 酷型和他的那個高筒的靴子 有點像綁腿這樣 軍裝的感覺 因為他有細節 你看他戴一個很粗的那個鐵 鐵 鐵 啊 鐵肉 又很會穿喔 這好看耶 他穿什麼 FUCHE FUCHE 好看耶 對 他也低價值 這個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他可能可以穿這種 很誇張的感覺 對啊 我現在不知道說 是他的身材那麼好 還是他們有這個改的 和聲 我覺得他身材 身材是挺標準的 兩位評審還頒發特別獎 給最強心人持修 我會喜歡他的樣子 中性 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沒有性別感 就是看起來 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不是男生裝女生也不是女生 也不是女生 也不是女生裝男生 他就是無性別 時尚東新聞 期待下屆金曲 能有更多創意穿搭喔 霸道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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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